周末跟著專業分析師一起開趴 輕鬆掌握財經消息與產業動態 理財周末派 讓你投資神展開 本節目由News98與摩爾投顧共同直播 摩爾證券投顧111年金管投顧新字第014號 大家好 這裡是FM98.1 98新聞台 理財周末派 我是主持人林昌鑫新歌 又過了一個禮拜 這個禮拜就是大喜三溫暖 那各位投資朋友 你的心臟一定要夠強 因為這個禮拜是史上 一直在改寫所謂的歷史的一週 從禮拜一開始的大跌1807點 這是史上最大的跌幅 那到了禮拜二大幅的反彈794點 那再來呢禮拜三呢 應該說禮拜三又跌 那禮拜四呢 那基本上 開始來做震盪 那最後到了禮拜五呢 成功的反攻 大漲598點 所以週五漲了598點 那收在21469點 整體的市場 一黑一紅一黑一紅 不過呢底部慢慢的墊高 看起來呢這個禮拜一的大長黑 是在波段裡面呢 殺出了這個見底的一個短線的一個力道出來 所以這個禮拜的投資朋友 我想我為什麼用大喜三溫暖來形容 甚至我覺得喜三溫暖已經不夠形容 應該是進了家戶病房又出來 然後出來之後又在那邊晃來晃去 那還好這個禮拜 整體加下來是跌了169點 所以我問我朋友 這禮拜最幸福的投資人 就是去度假的 喔禮拜一去度假 沒辦法看盤 結果禮拜五回來 喔還好啊 才跌100多點 殊不知 在禮拜一的時候也是大跌1000多點 好 那在這樣的一個過程中 其實我們從7月中開始 就一直耳庭面命大家 一定要特別留意幾個市場的籌碼面 然後外資法人的動態 包含當時外資的大幅的空單 基本上都給大家一個訊號 只不過很多人都覺得 反正做多嘛 做習慣了齁 那反正拉回就是買 問題就是說 到底在這個時候拉回就是買 是不是正確的策略 還有呢現在的盤呢 是不是直穩了呢 融資到底是不是殺夠了 我在這強調齁 其實我們認為呢 接下來呢 在下半年度大家要觀察的齁 就是整個盤面上齁 已經不會再上上個 應該是說上半年 這麼好操作了齁 上半年最好操作的 就是買進0050 去年最好操作的 就是買進高股GTF 我現在心哥要跟大家講 不是這樣了 現在開始要變成主動式操作了 因為主動式的操作選股 絕對會贏過被動式的投資 所以呢 被動式的投資已經什麼樣 已經我覺得齁已經是過去式了 那主動的投資當然要找到厲害的 這些分析的專家 來幫各位挑到什麼 挑到主動出擊的好的一個標的 那相當 想當然了 我們在這個中間派對 也要邀請到厲害的這個分析師 還有厲害的專家 那今天我們就邀請到 摩爾投顧的分析師 陳俊仁 俊仁俊好 好 憲哥好 所有的聽眾朋友大家好 啊 憲俊 上次大概是一個月前來的齁 那這一個月齁 看起來也是這個 哇台國 有個咪咪貓貓齁 那這禮拜看起來好像稍微止穩 那我想其實 呃 您這個月齁 有沒有什麼 有沒有什麼 進入歷程 大家是不是在這個市場上 哇這個月齁 其實廝殺的相當的這個產業 啊剛剛星哥有聊到 哎呀出去玩的觀眾朋友 沒有看股市的觀眾朋友 這個禮拜最幸福 因為你根本齁 不會讓自己生在那個煉獄裡面 那當然齁 如果大家記得的話 其實我們在上一次 我來星哥的節目 7月初嘛 對特別去強調融資 嗯 我相信啦齁 那個我們在那個整個融資的余額的部分 上個月 月出來齁 我們在融資的部分 7月6號的部分 就就有特別去聊到 對 當時候的融資就已經 超過2021年的歐債危機的水準了 當時候我們其實在節目上就講 對 第一個很重要 7月份第一件事情 不要用融資來買股票 這個很重要 對 那沒有想到齁 我們在聊一下聊扯 一個禮拜不到的時間 融資居然還給你增加超過100億快200億 對 這一波融資的余額殺下 他最高其實是已經是在突破我們 3400吧 我記得最高是3400億 比上個月我們來的時候 還要多了100多億 而且不到一個禮拜的時間 對 所以當時候我們其實就已經觀察到這個重點了 那我過去其實在歐債危機那一年 其實是在那個關谷行庫裡面扮演了一個 防線做手的角色 我是成員之一 所以當時候我們就非常的觀察這件事情 那所以上個月剛好來的時候跟大家來提醒 7月份你要小心會透過指數的震盪 先來降融資的伏額 這個震盪不是這樣洗 是直接刷齁 這個震盪也太沒跳 但我要提醒 我要提醒 太有震撼力了 那個時候齁 那個台積電的融資還沒追的那麼可怕 台積電的融資其實說穿齁 是這一波來講一個觀察的指標 就跌下來才開始融資真的嗎 我記得是 那一開始的話台積電的融資其實是追的比較明顯的 那到後面齁 後面來講的話 幸好這一波的行情 可以在這個禮拜喔 那個大跌之後出現反攻喔 其實一個很重要的是台積電的融資 他有砍出來 對啦就沒有再增了嘛 在第一台有砍出來 砍出來之後慢慢再增加那無所謂 最重要那個砍出來 就代表說齁 其實台積電的融資 980塊到1000塊的融資那邊有人停損了 有人砍出場了 那就是好事情了 那所以基本上接下來我要跟大家來做提醒齁 包含了我們整體的時間轉折 7月份剛好也是我們上一次來告訴大家的 從那個12629 對 這一波的大低點 2022年的10月份來開算的話 第21個月 所以轉折已經過了喔 對 8月份開始大家就要特別利用 因為你融資已經有殺出來了 接下來就是齁 我跟大家來談就是說 你要去觀察融資的減幅還差多少 是 那這個差的那個福爾來講的話 你就要去留意接下來在10月之前 對 我們10月之前喔 你不用去想說我大盤要回到2萬4 可能這個難度高了 我也覺得不容易啊 另外 那個個股的表現好會比那個大盤還更重要 個股比較有機會啦 個股比較有機會啦 可是大型全資股看起來齁 這波真的是回檔回得比較深啊 對很多人會想問啊 啊我這一集的節目內容齁 會跟大家來分享 第一個 很重要 你現在要注意的是喔 換股的時機 包含了換股的條件 因為大家你可以看到嗎 那個談起來的很多股票 就開始出現絕地反攻了 那會出現大漲的 甚至說禮拜四禮拜五 有攻漲停板的股票 第一個 很重要的第一個 他是有基本面被挫殺的 是 那第二個 跌幅太重 對 就跌340%的 很多了 無奈啊 第一個就是說我們跟大家先去聊 你個股去先觀察一下 大盤現在沒有破到年限 大盤沒有破到年限 如果你的個股 他剛好殺到年限了 甚至破年限了 那你就要留意 那個是跌幅比大盤重的 對 那這個部分呢 我要特別去做提醒 你觀察的個股有破年限 你先看他齁 今年有沒有創 掛牌新高 今年有沒有創新高 如果有 這一波先殺下來破年限 那他就是跌幅比大盤重 那接下來最近的反彈 你就要去留意 像這種個股 跌幅比大盤重的個股 他有沒有法人資金來做加持 如果他沒有法人資金來做加持 欸這個反彈你要換股 這個反彈你要換股 就是跌太深 我幫各位整理一下 就跌太深反彈起來 要有法人資金加持 否則彈不高了對不對 對即便你有基本面啊 雖然你真的底氣說 欸法人資金有沒有在裡面啊 針對於就是很多觀眾朋友 包含我自己的Line 都會有很多人問老師指跌了沒 融資這一邊殺夠了沒 因為我相信就是說 我禮拜一禮拜二 大概齁這個比較有趣的 我們都我們行業行業的人都在聊說 喔那個殺在禮拜二 早上10點以前的走完翁欸 他沒有說這一波 這個19662就是禮拜二 大概是9點半到10點之間 對殺下去的吧對不對 所以你在那個半小時 那是被迫 半小時之內 你趕出去的 基本上就是這一波來講的話 必要的犧牲品 而且這個我想齁 我殺了嘴這個 砍注意很多都是是被迫被砍的 或者缺帳幫他砍的嘛對不對 融資嘛 不是投證自己要砍的啦對不對 對對對 另外一個就比較可惜的就是說 你明明沒有融資 你是獻股的 哇嚇到了 然後你砍出去了 那個就比較可惜一點 那我會跟大家來談就是說 這一波你如果來看融資的話 我可以給大家一個結論 融資大概還有4-5%的減幅 所以一直到10月之前 大家你不用去觀察說 不用是太在意說 那個指數會不會攻到2萬2 2萬3有沒有手什麼之類的 先觀察一下大盤的減幅 大盤的那個融資的減幅 這一波我跟大家先講一下 大盤從最高殺到最低 他的跌幅是19.4% 那融資從最高的3405億殺到說 砍到說最近的一個融資的低點 是在那個2913億 整體的減幅是14.4% 所以換句話講融資的減幅 還低於大盤的 還不夠 很多人都會想說 因為談起來很多 V型還是W底 V傳還是W底 我跟他來談啊 我跟他一個結論 10月之前指數的部分以盤代跌 那個股的話表現會比大盤精彩 而且是在中小型股的部分 中小型股我們看OTC貴買指數 其實大家你如果去觀察 OTC貴買指數他的融資的減幅 是高於大盤融資減幅的 OTC貴買指數這個禮拜 砍出去的融資減幅16% 比大盤的融資減幅還高 所以換句話講 接下來個股反彈 他有基本面有法人的加持 他會比大盤先供期越高點 這個部分我跟大家來談 那很多人會很在意大盤 到底是V轉還是W 所以我先跟大家來談 這個其實也不重要 重點是你手上的股票 對不對 對對對對對 那當然啦 我們會跟大家來談就是說 第一個很重要 除了個股之外 我先跟大家來談整個架構 今年的架構 跟2021年的第三季如出一側 為什麼 當年的第三季剛好是7月8月9月 一直到延伸到10月初 那個時候其實也是一樣 是從那個融資最高點開始往下看 那當年來講的話 融資是接近3000億 最高是2999億 所以其實現在換句話講說 大盤的融資只要維持在3000億以下 對 都是算健康的格局 大家不用去煩惱說會不會破底 那我先跟大家來談 就是說以2021年 那一年在殺融資的話 整個融資減幅是18.1% 是 現在融資減幅最高是16.5% 對 將近還有大概2%左右啦 對 那如果以那個當時候大盤洗底的過程 剛好是用W底的模式啦 所以現在你大概就是觀察說 任何的那個大盤反彈 2萬2、2萬3 不管別人再怎麼喊 現在你先觀察一下融資有沒有再繼續削減 而且最後面還有剩大概3-5%左右的幅度啦 所以這個所謂的W我們來看一下 W的言下之意就是說 假設反彈起來 就還會再一次嘛 W是這樣嘛 反覆足底啊 還有插下去一次 然後讓融資再繼續降 待會我跟他來談 你現在那個賣股票啦 反彈的股票 或者是你想要換股的股票 第一個 你要賣的時間點抓大盤 有沒有公道季線的 還沒到還沒到 現在還沒到 因為2021年他也是季線蓋頭反壓 那W底然後季線反壓交給大家 那這個時間我希望就是說 讓大家有一個非常重要一個操作的觀念 對大家比較重要啦 你賣股票怎麼抓 不要看指數的位置 那今天的話 如果說投資朋友有 這種所謂的一個需求的話 那是不是可以跟這個 俊仁老師來做這個諮詢 如果換股上 當然啦 那個我們剛好聊到嘛 季線蓋頭反壓 大盤大概是 兩萬兩千三百六十點左右 對那個股的部分 我特別去挑出來 對有基本面 法人有加持的個股 那我們給他取名啦 叫做那個Q3扛把子 太弱換強的股票 我幫他 調出來 你只要加我Lite小老鼠J178 禮拜六禮拜天留言88520 跟父親節 爸爸啦 我愛你 對對對那大家你如果手中的持股 當然有問題 第一個是強勢反彈還是弱勢反彈 那包含了說你真的有需求 我們來做換股 太弱換強的話 我這幾檔的股票 一起來帶你來做參考這樣子 對所以說有需要的投資朋友 其實在這一波裡面的 我想相信大家都很煎熬啦 那反彈的過程中 你又不曉得該怎麼辦 到底該買還是該賣了 我相信有專家都會讓 給你一些比較好的想法 跟一些建議 那就歡迎齁 跟這個所謂的一個 俊仁老師來做一個洽詢 那理財總共派 我們休息一下 待會回來 歡迎回到理財總共派 我是主持人林昌星星哥 在我們現場呢 是摩爾投顧的分析師 陳俊仁俊 好那我們在這個第一段提到 其實融資 這個俊仁俊他一直觀察融資 那大家一直問融資 到底殺夠了沒 現在大概殺大盤 大盤的融資大概殺14.4% 那這個幅度呢 可能比大盤下跌 真正的高低的幅度 可能來的少一些些 還不太夠 那反彈主體的狀況下 那俊仁俊 是不是齁 上檔的季線看起來 從資深轉為壓力 現在看起來 我跟他來談就是說 他是一個洗底的過程 那這一波 以融資的經驗來看的話 很容易在第一波的反彈 就是直接是以季線蓋頭反壓 所以現在大家你的功課 最重要功課會變成是在於 各股這一邊的太弱幻強 對 那你我再強調一次喔 你賣股票的時間點 會是大盤供季線的那一天 那當然啦 不會說我季線只有一天而已 當然也沒有意外的話齁 你供完季線 大概會在季線那附近 停個三天 所以現在季線大概在 就這張圖就是22,360點 對對對 在那附近 那很多人會在我Light這一邊 會問說 老師會不會再破底 對 好因為如果大家齁 你有追蹤我的Light 那其實在這一波行情之前 我就有跟大家在Light先分享了 一個所謂Vis恐慌指數 Vis恐慌指數是這樣 他的臨界值是在30 所以你只要看到那個 不管美國股市大跌啦 還是戰爭發生 全球的市場恐慌 Vis恐慌指數如果飆升到 一天晚上 一個晚上飆升到30以上 對 我們就先去抓他的那個臨界值 有沒有到達極端恐慌的情緒 那這個禮拜 大家會像說 哎呀一下子創下史上最大跌點 對 馬上又史上最大漲點 為什麼 因為恐慌指數只有一個晚上 突破了 就是說在前面三年的極端恐慌的情緒 然後快速的做收斂 對 所以就變成說 你當恐慌指數的一個晚上 直接收斂完 好 那整個情緒 就歸於一個平穩了 所以從最恐慌 然後馬上收斂起來 所以這個盤就 欸暫時就恐慌就先save 你當如果看恐慌指數 我在light這邊有分享 過30之後馬上急速的壓到30以下 那就代表什麼 欸你過往今天就是進入一個席底的階段 對 所以 而且喔如果在這個時間點 你在看到恐慌指數往上拉 通常不會再有更極端的數字了 對就是不要亂空了 因為最危險的地方已經 然後再來就是融資來講 然後我們剛剛都有聊到就是說 欸那個喔砍在禮拜二早上10點以前的 那個喔可能就是 到一個真的忍受不了的狀態了 啊通常那個都會變成是一個 而且居然說我問一下 他大部分這種融資砍出去的齁 短時間他就買不回來對不對 通常喔投資人都會這樣子啦 就斷手斷腳的或是受重傷的 應該都是情緒先平穩一下 就是先不看的嘛 或是先不做 對對對 他大部分都是先離開市場一段時間 你很難就是說很快速的再回來啦 那所以通常這樣的狀態 啊就會變成說恐慌到一個極致的行情 就會開始做一個打底的這樣子 嗯好 所以在這樣的過程中呢 其實我們一直看到齁 呃在這一波裡面呢 其實全職的這個三雄或是F4來說呢 包含台積電是這一波領軍的要角嘛 台驗長聯發科長 那鴻海呢非常多投資人 我想喔紅子投資人就是這樣齁 100左右的鴻海連看都不看了齁 那200以上的鴻海哇排排手 那看到哇要繼續攻了 那這個時候 鴻海又回到160170上下了 那投資人說 欸融資開始就真的 這個時候是 到底是應該說看好鴻海 還是說應該還要再等他震盪一段時間 好我們釐清一下齁 這一段行情其實如果大家記得的話 欸是從一個台積電的法縮會過後 整個行情開始慢慢變得不一樣 因為那個時候台積電法縮會之前呢 融資追了很多人 9801000塊的融資追很多 好如果以全職股來看的話 其實鴻海喔整體的融資還算乾淨 那最近呢是有出現一些抄底的融資 就跌下來的融資才增嘛 看這個圖的話 抄底的融資 所以你會發現說欸現在 剛好鴻海他在跟大盤算是同步了 而且鴻海的表現算是比大盤更強 因為大盤是直接破半年線的嘛 現在在說能不能夠回穩這樣子 啊鴻海是沒破半年線 是破完之後當天就拉起來 好啊有抄底融資 那我跟大家來聊 因為鴻海算是一個大家都看好的股票啦 對很多人都很期待的股票 找無投資人那個全職四雄或三雄裡面 他價格相對比較親民啊 對對對對對 那我會跟大家來談說 他說接下來鴻海你觀察半年線扣體值在165塊 是 你下個禮拜就要法縮了嘛 那法縮的話我相信也不會太差 因為7月的營收看起來是非常好的 那包含了就是說鴻海有一個利基點 就是說揮達那一邊的AI晶片 晶片200是出了一些問題 是 那延時交貨 但是鴻海他是正常的可以出貨 因為他貨源非常充足 那其實這樣的股價在這一波行情裡面 算是齁 我會跟大家來談 就是說他有這個基本面的加持 所以他可以在半年線這邊有手 是 165塊這邊有手 都有買盤拉起來 對 有聰明的抄底融資 所以接下來一個關鍵就變成說 外資買不買單了 對 這一波鴻海其實我會看是 比較明顯是被挫殺的 外資後面就瘋狂的砍 可是好像砍完又沒有破底了 160這邊就撐住了 對 這是很妙的 新哥講的很好 是 砍下來外資砍下來 結果半年線有手 還有超級融資進來 所以 融資剩外資啊 已經開始撐住了齁 對 所以換句話講 有一個 鴻海的那個持股張數 外資的持股張數 接下來大家可以去看 如果在那個五萬五千張啊 鴻海的持股張數 外資是在五萬五千張的話 那其實接下來 也許在165塊附近的鴻海 會變成是接下來下個禮拜 在法術會過之後 一個非常不錯 可以觀察的一個機會 當然鴻海如果可以出現一個反攻的話 說穿了也是帶動大盤的一個非常好的利益 是沒錯 又是包包含這一波拉台的重心 第一個先是台積電嘛 第二個接下來可能 聯發科廣達廣達間也漲了嘛 那禮拜五也漲了 那鴻海基本上呢 算是這一波裡面 他這個外資還是站在比較偏賣方 可是我看起來是賣不下去 那如果鴻海打底的話 其實就有機會 那這樣我能不能說齁 如果鴻海延伸出來這些概念齁 其實包含你說接下來有的蘋果啦 AI啊 就會帶起這一波的反攻的一個浪潮 喔我先談齁 灌股航庫這一波其實超抵很多AI股 OK 八大航庫 如果大家有去觀察的話 是 你所知道的AI股裡面 其實行庫 行庫都買很多 是 所以在這一波的行情裡面 我會跟大家來聊就是說 外資的動向其實是下一波行情的關鍵 是 那所以各個的全子股的部分 我們都可以從外資長線的持股的標準 去抓出來說 他只要持股的張數回到多少的水準 他股價就希望可以回穩這樣子 鴻海我們給大家一個很重要的關鍵數字了 聯發科包含的就是說在台積電 廣達 這些很多的投資本很關心的股票 我們也會在Lite小老鼠J78這一邊陸續跟大家來做分享 是 所以這個重要的觀察點 我想這個俊仁老師他也是法人出身 瞭解到這些關股行庫跟外資他們水位 所以呢 投資朋友其實我覺得這就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資訊 當你知道這些外資的水位調整到一定的程度中 不再調節了 這個盤就有什麼就有希望了 那麼接下來呢 如果說手上的股票有一些弱勢有一些強勢 到底應該是怎麼樣來觀察弱跟強呢 好第一個我們在上一段的節目有特別去聊到啦 反彈強弱怎麼看 第一個 有沒有破到股價有沒有破到他年限扣比 如果破到年限當然就超跌的比大盤還弱 好你破到年限但是如果有法人加持 那個反彈是真實的反彈 有機之彈有底氣的反彈 那個後面來講的話就非常有機會在打底之後 走了比大盤強 那當然你股價如果超跌 大盤沒有破年限你都直接殺到年限了 哎呀 很重要哦 關鍵來囉 如果他底氣沒有 法人沒有再買 那你反彈起來幹嘛 你就真的要換 你就真的要換 那個叫沒有底氣的股票 因為沒有法人挺你 沒有爸爸挺你啊這樣子 那剛剛我們有聊到鴻海嘛對不對 泛鴻海集團有兩張股票 我特別有選出來 Q3的扛把子 我們這一這一集的節目要跟大家來做提醒 我的Light這一邊 如果你有換股需求 歡迎你在禮拜六禮拜天 那個加入之後 小老鼠J78 留言88520 搭著父親節的那個列車 現在還是算了 慶祝父親節 爸爸最偉大 對對對 這些都還算是父親節嗎 對對對 所以說我想其實從鴻海出發 有一些扛把子有一些強弱 如果大家都不懂 甚至於居然老師 其實我覺得他講得非常好 就是說 法人他基本上 尤其是外資 持有了這些所謂F4 F3 他的水位到底應該在哪裡 大家如果不清楚的話 我覺得這時間點先釐清 然後為下一波的反彈做好準備 那可以加入這個 請陳俊仁老師的這個 所謂的一個LineNet 來做這樣的索取喔 我想這個禮拜 真的波動比較大 那開始直穩的同時呢 大家應該怎麼樣 開始好好做功課 這一波殺完之後 怎麼樣去做上車 短線應該怎麼做操作喔 我想在這個軍演老師 今天的分享裡面 都可以帶給大家 非常多的一個收穫喔 那我想在這樣的一個過程中 跟大家來做分享 那我是這個林昌熙 我們理財週末派 我們下個禮拜見喔 掰掰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審慎評估 並自負投資風險